今年,泰国将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即泰国将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 这次会议面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以及俄乌战争问题,同时使APEC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因此,美国作为本次合作的发起者,需同其他成员一同重点关注此类问题。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美国贸易代表戴凯瑟琳、凯瑟琳泰的日程安排,将于2022年5月19日-22日来,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MRT。 届时,戴凯瑟琳将与APEC贸易部长召开双边和多边会议,并就美国和参会各国各地区与劳工经济财富有关的各种问题交换一件。 商业部国际贸易谈判厅厅长奥拉蒙表示,本次2022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议程,由国际贸易谈判厅主办,于5月19日-22日举行。 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朱琳将主持本次会议,许多APEC经济区的贸易部长,是自新冠病毒爆发之后首次参加会议,例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文莱和越南。 中国则将以远程网络会议的形式,参加本次会议。 MRT会议将共同推动和确定,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合作方向,例如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下期以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与APEC商业咨询委员会IPAC代表座谈交流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以及未来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协定。 FTP路线方针利用贸易政策作为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工具, APEC将成为一个专注于贸易自由化和减少贸易壁垒的论坛。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成果将有助于制定在疫情时代之后, 可持续复苏和刺激泰国经济增长的计划,同时能够有效应对贸易变化。 朱林表示,MRT会议包括三个重要议程, IPAC代表与APEC贸易部长共同讨论疫情之后, IPAC框架下的FTP发展路线图, 下午市队将于2022年6月12日至15日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的第12届世贸组织部长纪会议MIC-12愿景的确认。 IPAC贸易部长会议还将讨论如何应对疫情并与之共存。 展望未来,利用贸易政策作为创造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工具, 这三个议程将反映出泰国主办会议的主题, 即开放、联系、平衡。 泰国多余人委员会主席柴昌表示, 泰国主办的IPAC贸易部长会议是泰国开拓新贸易市场的大好机会, 且有助于在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如同交易结束后进一步扩大投资。 这次IPAC会议是21个经济区主题下的会议, 它将开放多边关系,促进紧密联系, 相信它一定有利于各东盟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在进出口无缝衔接的问题上。 此外,必须修订贸易壁垒问题的规则, 以减少贸易壁垒。 目前,IPAC希望将市场扩大到非成员国, 无论是亚洲、拉丁美洲还是北美。 重要的是物流必须高效, 运输成本必须合理, 包括需要连接的运输路线, 无论是海、路、空都必须要有效连接。 如今,全球贸易法规, 越来越成为税收和非关税措施存在的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APAC成员国能够减少这些障碍, 以实现APAC贸易部长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或主题方面的联系, 包括连接APAC成员国进出口信息, 无国界互联的电子海关流程, 将增加亚太经合组织之间的贸易流量。 此外, 必须想办法增加出口商、 进口商和供应链参与者的潜力。 亚太经合组织被视为扩大新贸易市场的机会, 也是获取新原材料的途径。 在完成RESV协议之后, 加强各行业的供应链能力, APAC将成为贸易政策的延续, 有助于建立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这次会议是以经济为出发点, 同时避免使用国家这个名称, 而采用经济意思作为替代而创建。 但在当今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